你这个三块钱的面就应该卖三块钱 比你卖十二块钱会赚得更多 妈 我还赚个毛钱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停留在赚钱的差价思维了 为什么 你要这样想 真正赚钱的法则是什么 就是赚别人看不到的钱 别人看得到的钱 你就不能去赚 你这样吧 我带你去看一下外面 你看得了吧 这条街全部都是你的同行 那么我们如何跳出这种竞争呢 那怎么做 我们应该卖什么不赚什么的钱 最后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中把钱赚到 要不这样吧 我们进去 我进去的话 我跟你讲一下具体怎么去做 比如说这个面 本来是十二块钱一碗的 你现在三块钱一碗 然后你到外面打一个广告 你说面三块钱一碗 是不是很多人排队 妈 我贵得老了 这样去吗 对啊 是有点亏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告诉他 但凡来吃这三块钱一碗面的人呢 你跟他说要办一张两百块钱的会员卡 你说他愿不愿意 应该愿意吧 对 但也许有人不会愿意 因为你这两百块钱只是一张会员身份 只是说他有这个权限可以吃你 三块钱一碗的面 那么接下来你干嘛呢 你就一天卖个二十张 那是多少钱 一天就是四千块钱的业额 一个月就是十二万块钱 对吧 那你现在的目标是干嘛呢 你就是把这个卡卖出去 你每个月就有一三万块钱 那么问题来了 用户不买你的会员卡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就有三招偷梁换柱啊 我来跟你说一下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就比如说哈 你要他办个两百块钱的会员卡 你就送他两百块钱的物品 你觉得他愿不愿意 比如说一个微波炉 无烟的这个炒锅 他都是愿意的 对不对 如果说你办了两百块钱的会员卡 你还送他两百块钱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赚钱了吧 赚到了吧 不是这样算的 应该是没有亏 那应该具体怎么算呢 比如说你一天卖了二十张会员卡 你一年卖多少张 七千三百张 对 你就要去厂家订购七千三百件 价值两百元的物品 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能力了 假设你能一折买得来 或者说三折买得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赚百分之七十了 你听明白了吧 好 那么第四招 坐下来说 你卖的这碗面 只是你前端的产品 只是你的一个引流产品 真正你赚钱的 是在你的后端 比如说你有这个猪脚饭 盖脚饭 还有其他的这个粉等等 那么你这个后端产品 也是有利润的 所以说你一碗三块钱的面 你就卖三块钱 会比你卖十二块钱 赚得更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